首先十顆低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十顆速率 所謂的十顆速率就是 十顆前的厚度減到十顆後的速度 除以十顆時間 也就是在十顆時間內所移除的活墨厚度 這個就是十顆速率 而十顆速率當中呢 我們非常care的是它的均勻度 均勻度很重要 均勻度很重要 而這個均勻度呢包含有什麼呢 晶圓放下去十顆的時候呢 在晶圓面上 within waver and information 就同一片晶圓上面被十顆的速率有沒有均勻 第二個 我這一片時刻往下一片再放進去 waver to waver的速率有沒有相同 均勻度有沒有在線 分這兩種 所以 十顆的均勻性包含有同一片晶圓上面的均勻性 還有 waver to waver的均勻性 這些都需要考量 不能說我第一片時刻的速率是 每秒10nm 第二片就變成每秒12nm 第三片變成每秒15nm 那變成 那你怎麼預估 一盒過25片 那第一片到第25片如果十顆速率都不穩定 你怎麼時刻 你難道每一片都要鼓勵的去看它 很困難 所以十顆的均勻性很重要 那當然這裡就介紹一些數學統計上所用到的 比如說是不是都比均值什麼叫標準差 除此類 十顆除了均勻性之外呢 十顆除了均勻性之外呢 非常重要的特徵叫做 十顆選擇筆 十顆選擇筆非常的有重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做十顆步驟的時候 我們上要移出表面的材料 可是當表面的材料都被移出光之後呢 就會露出第二色的材料就會出現 而通常在十顆的時候呢 你所使用的十顆的溶液或者是氣體 它對這兩種材料可能都會產生十顆的效果 只是十顆數率不同 所以我們定義上層的 上層薄墨的十顆數率除以下層薄墨的十顆數率 這個特徵就叫做選擇筆 我們一般都希望選擇筆越大越好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使用的十顆的方法是 移除上層薄墨的速度快 移除下層薄墨的速度要非常慢 我們需要有高的選擇筆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今天做摩斯貝 摩斯貝在做Gate十顆的時候 摩斯貝的雜體是多精細 你在十顆多精細的時候 多精細一十顆瓦肉出的是什麼材料 雜體氧化成二氧化成 而雜體氧化成是一個很薄的材料 而你在移除多精細的時候 吃完多精細會露出二氧化成 二氧化成會被多精細十顆成是十顆到 還是會十顆到 那如果二氧化成十顆的速度也很快 就會造成什麼影響 結果呢 就會造成你原件受症的地方的細 會被十顆凹陷下去 你的電気體氧化成會變得非常糟糕 所以我們希望在移除A材料的時候 移除上升的材料的時候 盡量保留下降的材料 不要被十顆到 那這個呢 就要等葬於十顆選擇 我們希望 希望貝斯克的材料 十顆速率 要遠大於提成材料的十顆速率 所以我們希望選擇比較越高越好 所以這裏就指的是什麼呢 貝斯克的材料 對不相貝斯克的材料 他們的時刻速率的Ratio 又稱之為選擇比 這個選擇比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 我就畫到白板這邊 今天都Spec Isolation做好 STI STI 今天有GAME 今天這裡長了一個洋花層 R3 然後呢 整個都有多精細 Holy Seek 然後在做光組圍影步驟後 要做十顆 在十顆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多精細被吃掉 可是多精細在十顆的時候呢 多精細一旦被十顆掉了 就會露出誰 就會露出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呢 如果說你的十顆速率 在二氧化系 也綁不住的話 你二氧化系就會死得掉 而二氧化系很薄 只有一兩個耐力而已 多精細的高度 大約都是 五六十個耐力 多精細 在十顆的時候 這時候你要注意到 多精細成績可能是五十個耐力 但是它會有均勻性問題啊 比如說我這一天 我主要是度五十耐力 那有些地方的gate 可能是五十一耐力 五十二耐力 有些地方的gate 可能只有 四十八耐力 可能會有十顆剩的 variation 那這時候你要五十顆 請問你要十顆 四十八耐力 五十耐力 還是五十二耐力 假設今天 我有三個地方的榨體 分別是五十二耐力 五十耐力 跟四十八耐力 請問你的十顆 最後你選擇十顆 或是你要選擇的十顆時間 你是要以十顆誰為主 如果你只吃十顆五十 那四十八的就代表什麼 你四十八被吃完了 你還多了兩耐力 你的十顆時間去吃誰 去吃阿三 對不對 那如果你選擇吃四十八 那對五十跟五十二來講 你不只阿載的 你連多精細都還用著 沒吃乾淨 這可以嗎 不行 一半都會怎樣的 一定不能有殘存 Gate不能有殘存 一定是一吃 最厚的把它吃乾淨為止 可是在吃五十二耐力的時候 這四十八耐力 就會吃完之後呢 時間是還繼續在跑 那在跑的過程中 阿載被吸掉 之外 如果阿載被吸掉 下面看到的是誰 細通道 會吃風鈴的 會不會吃單筋的 一定會阿 跟這兩個都是細阿 只是筋相不同阿 一個是單筋的 一個是負筋的 所以就這樣 這就吃凹陷下來 那吃凹陷下來呢 完蛋 我的瘦椎原本 瘦椎呢 就在這個底下 到時候我的瘦椎可能在這裡 而我的瘦椎 通道在哪裡 通道在側裡 那我的電筋 就去去了 所以最好是怎樣 最好是找到一個層次 是 我吃我的SIO 是吃很快 但是我的阿載的吃很快 是得 我多出來的4nm 十顆多筋性的時間 我二氧化性 雖然只有短短的 薄薄的一個耐體 我到底能夠撐得住 那就代表什麼 我選用的十顆了解 對SR2要盡量不傷到它 也就是怎樣呢 我希望吃Poly的同時 SR2盡量不要被十顆到 那我就不需要選擇一個 很高選擇的十顆方式 使得它主要只是Poly Thick 不要太傷阿載 如果你選擇的是一個選擇米 不好的 很遺憾 你的電筋就會吃得非常的醜 電筋會非常的糟糕 電筋會非常的糟糕 電筋不會活 所以選擇米超級重要 選擇米超級重要 對於所有的十顆而言 選擇米是非常重要的一項 所以十顆注重的第一個均勻度 第二個選擇米 第三個 十顆出來的圖案 如果今天 我的光主就是擋住了 就不想被十顆了 沒有被光主擋住了 就是要十顆了 所以最完美就像這個樣子 凡是沒有被光主擋住了 我就直直了十顆下去 但是在真實的狀況下 會十顆這麼好的嗎 不會 真實的狀況沒有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這個樣子 使用時事時刻 用化學容易的話 它就會有很大型時刻 只要是化學性時刻 都會有等向性的問題 因為你靠化學性時刻 靠的是什麼 掉了一個水溶液 要拿是什麼呢 店家裡面的自由基 那自由基 它在擴散的時候有方向性嗎 自由基是一個不帶變的粒子嗎 它是一個不完美的電解 它很容易產生化學反應 所以它跟水溶一樣 它是非等向性時刻 不是 它是等向性時刻 它沒有方向性的 它是等向性時刻 所以只要是化學時刻 都是等向性時刻 不論乾式或濕式 只要你是純化學時刻 你的形狀就會不好 你的形狀就會不好 比較常看到的圖案 大部分都是這種 這種 或者是這種 下面的時候時刻比較快 上面的時候時刻比較慢 所以下面時刻完之後 它不常會要出外 後面的時刻 心理問題要進來 然後被擋住了 使得怎樣呢 下面時刻比較快 上面時刻比較慢 比較常看到這種 所以比較常看到的就是這種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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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之類 好 這些字告訴你 有這些偷偷的過 很好 非等向性時刻就長這樣 非常不好 等向性時刻長這樣 那有群不沒有被吃完 這叫做腹挺 腹挺 就是你原來是死人 但卷掌心腳 所以這叫做腹挺 好 腹挺 那這叫做安得他 就是往旁邊側下 底部被死得掉 不應該被死得了 底部被死得掉 只有底部被死得掉 這個叫做安得卡 安得卡 安得卡 那這就是大概 這也是屬於安得卡的一種 不想被死得了 底部被死得了 側下死得了 就是一種安得卡 最完美的就是垂直輪廓 垂直輪廓 垂直輪廓最完美 沒有造成任何 critical dimension 關鍵尺寸的損失 沒有任何關鍵尺寸的損失 要怎樣才可以達到好的垂直石刻呢 目前的選用作法就是RE 所謂RE就是反應式理石石刻 reactive ion matching reactive ion matching 它是結合了物理跟化學石刻兩種 基本上你要圖形好 米地要仰賴物理石刻 有沒有家講過 純化學石刻是正向性的 輪廓就會不好 純物理石刻很好 但是石刻梳理太慢 那又為了熱服石刻梳理慢 又要很好的輪廓 就是兩個一起輔助 向主向之類的 這畫面等一下會介紹 那石刻當中的最愛他遇到的 就是所謂的負債消費 首叫負債消費 圖案不同 石刻樹域不一樣 名字都是石刻同種材料 但是圖案不同 石刻樹域竟然會不一樣 這個稱之為負債消費 負債消費分兩種 同叫橫觀的 一個叫橫觀的 我們來看一下 負債消費最簡單的舉例是什麼呢 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我今天有一層不破 這層不破要被石刻 被石刻之前火上的光柱 圖案電力出來 這裡的開口大 這裡開口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結果你會發現到 開口大的 因為化學 容易 或化學體 容易進去 這個數產物也容易出來 所以它行的數量快 開口越小了 反應的材料 進去容易 可是要進來的時候呢 後續的反應才要進來 那就堵住它了 它要出來就變得比較不容易 所以變成什麼 副產物出來 變得比較不容易 所以它的數量會越滿 所以開口越大 容易進去 副產物也容易出來 所以石刻 數量沒有問題 開口越小 進去後 要出來就變得比較不容易了 所以呢 今天越來越小 就變成這樣 後來也很難進去 越裡面還沒有出來 後外面就進不去 發生的副產物氣體 還來不及出來之前 後續的反應氣體 就整得進去 因為被副產物的氣體 躲在這邊了 所以反應就會越慢 這個就是 微觀效應 開口大的 時刻比較快 開口小的 時刻比較慢 這是一種 宏觀負載效應 那微觀負載效應呢 課本這裡的定義 我覺得不太準 它說宏觀叫做 大開口跟小開口有差 那它的微觀定義呢 是什麼 小床孔跟大床孔 小床孔比大床孔慢 這跟 大開口面積 你替那個面積壞 大面積就是大開口 小面積就是小開口 這兩個講的 我覺得是一樣東西 不是嗎 只是這裡的孔很小很小 這裡的孔比較大 對 一般不是這樣子定義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 真的出這樣的實現 一般還有一種 微觀效應是什麼 比較密的 跟比較稀疏的圖案 時刻數率不同 比較稀疏的圖案 時刻數率比較快 比較密集的圖案 時刻數率比較慢 開口都一樣 只是密度的差別 我們大概從來畫一下 複載效應 叫做Loading Effect 它主要可以分別兩種 這個複載效應就可以分別 一種是什麼呢 開口大跟開口小的 這個速度比較快 這個速度比較慢 就單純你開口 開口大的快開口小的慢 這是一種複載效應 開口是什麼呢 開口大小的模樣 但是密度不同 比如說 一個是這樣子 然後兩個 然後就這樣子 開口都一樣 好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這樣子好了 一個這裡有 一二三四五個 四個開口要七 一個就只有一個開口要七 好 那這時候吃出來的速度會長怎麼樣 假設一開都是浮墨 假設一開都是完整的浮墨 然後圖案呢 PR 光組弄上去之後 弄上去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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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要想一下時刻了 你會發現到怎樣的 在時刻的過程中 來 所謂的 假設這個過模一樣 然後這裡有光阻 這裡有光阻 這裡有光阻 然後這裡有光阻 假設今天在時刻的時候呢 中間會比較快 兩色比較慢 所以時刻出來的後部會是這樣子 一直時刻 時刻 時刻 時刻下去 好 那他比較快 他比較慢 這樣子 他時刻到這裡的時候 只能是時刻到這裡 就是開口大跟小的差別 在浮墨時刻的時候 比較慢 而 開口一樣 但是這個比較密集 這個比較吸收 最後吃出來是 這個在後下時刻的時候 可能吃到這個樣子 只剩下這個厚度 這個被吃掉了 而這裡呢 會長什麼樣 這裡可能是長這樣 可能會長成這樣子 還 跟跟跟之間還不見得一樣喔 越靠近兩側的 反而還比較慢 可能會這樣子 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他們 當然知道要看你的Recipe 跟你用的氣壓 也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就是比較慢 但是這裡就是比較快 這個樣子 好 這是時刻的負載效應 所以時刻的負載效應呢 一個是開口所造成的差別 一個是即使圖外一樣 但是密度不同 疏密程度不同 也會有差別 也會有差別 所以時刻 不好做 時刻不好做 你要找到好的條件 這條件包含真空的程度 空的氣體的種類 打的電章的power 都會造成不同的結果 壓力很大 就時刻 所以 要想辦法讓ROAD IN EFE 下降 其實最好做法是什麼呢 你們剛才講的ROAD IN EFE 的關鍵是什麼 反應不進去 跟浮產不出來 或造成的輻色 那如何可以讓它 它進去跟出來比較順暢呢 那就是 讓氣壓降臨 氣壓降臨 氣壓降臨 跑到的圈本內 氣壓越低 代表什麼呢 裡面的氣體分子就會越少 那就不會 比較不容易塞車 就比較不容易塞車 所以 降低支撐壓力 可以降低負載效率 因為壓力比較低的時候呢 氣體分子的平均自由路徑比較長 時刻的氣體 容易穿過微小的孔窗進去 孔道會時刻過沫 產生的負產會很容易 比較容易跑得出來 容易進去容易出來 所以降低負載效率 所以降低負載效率 就是要降低支撐壓力 但是降低支撐壓力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確 你說什麼 時刻就慢了 對不對 因為能夠反應的氣體分子 數量就少了 變成 時刻速率就會變得很慢 這主要用時間換取 時刻效率 要用時間去換 用時間去換取形狀 而在時刻的時候要考慮的是什麼呢 過時刻效率 就像我剛剛去的例子 我的多星系在成績的時候 比如說我成績平均要成績五十六億人 可是有些地方就偏薄 有些地方偏厚 就好像不破在成績的時候 總是有人不分地方的不破比較厚 有的地方的不破比較厚 有的地方的不破比較厚 可是我在石刻的時候呢 我如果我石刻 我將最薄的地方給石刻掉了 可是偏厚的地方呢 就會有殘唇 而如果我要把殘唇的果果也石刻掉了 那比較薄的地方就會石刻到下你的肌板 那就造成你的肌板的感染會好好的肚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前面講過 我需要很好的選擇 使得在吃這個移除果果材料的時候 盡量不要石刻到下層 或者下層被石刻的程度要越少越厚 否則你的下層這裡 都乾被石刻的地方也被石刻掉了 所以過十顆是必不可憐的 over-etching 過十顆叫over-etching 超過的 過十顆就是要確保沒有剩餘薄薄 剩餘薄薄要完全吃乾淨才行 比如說金屬 比如說多精細 因為多精細它是大體 如果剩餘的多精細它會短路 它會造成電路上的短路 所以這上十顆是一定要吃乾淨 而為了要不過十顆的時候要吃的夠乾淨 你一定會用到over-etching 而在用over-etching的時候要討論的就是怕上到下面的材料 所以選擇你超級重要 選擇你超級重要 所以你就要找到適合的食科程式 而一般根據經驗 如果使用的是dry-etching 乾式食科 通常選擇你好的食科數量就會比較慢 但是沒有辦法 總理找不到選擇你好的還要好的 所以基本上就會使用不同的程式去做過食科 那食科什麼時候才會知道完全吃乾淨的 如果今天你使用的食科程式是乾式食科 你用電匠裡面去做食科 你可以利用它的excitation跟relation這個工廠 發光來看光 只要你在食科過程中所食科的副產物還持續存在 它就會發出副產物特有的光顧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偵測網路來襯測是否要停止繼續食科 這通常是用來判斷主食科 為什麼呢 所謂的主食科就是什麼 主食科就是面積很大 我都要幾十科 當主食科結束之後呢 變成剩下一點的時候 接著就是過食科 可是你在過食科的時候呢 基本上只要主食科一接觸 剩下的骨折平均面積是很少的 它產生出來的副產物只要骨折不夠高 它就算有發出光顧 這個光顧如果你的偵測性偵測不到 你是不是就會以為吃完了 因為副產物的光顧 只要光顧的強度不夠強 你的偵測性就會偵測不到 所以一般偵測性在偵測食科中間靠八段 它主要偵測是主食科 所以 過食科的食科中間它偵測不到 因為通常過食科就是過食科之間 殘測的骨折 而殘測的骨折基本上都很少 所以它產生出來的副產物也會比較少 那副產物是少 它發出來光的強度就弱 機器會偵測不到 所以一般我們在用光學來偵測食科的重點 認識的都是主食科 都是主食科 所以利用天江食科中的光學 重點偵測器它主要是自動偵測主食科 所以一旦看到它發光的強度 突然間變墨很多 就代表怎樣呢 大中心機器的材料都被食科掉 只剩下殘餘 少部分的骨折 殘純沒被食科掉 這時候呢 城市就可以自動切入到過食科 通常過食科跟住食科 會是不同的城市 為什麼 因為對於產能來講 會希望製成做得越快越好 才可以縮短整個 整個進行電路的製造時間 可是通常食科的越快 它的選擇率就會越長 而選擇比好的食科就太慢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用 食科選擇比好的層次去食科 當然是最保險 但是缺點是什麼 你的製造過程就會很快 因為你的食科就很慢 所以為了依補這個缺點呢 通常都會分兩階段食科 煮材料煮食科去吃 吃到煮材料的最薄的地方 已經被吃掉的時候呢 然後呢 整個發光的訊號大時下降的時候呢 就馬上切換層次 來用過食科去吃殘餘的材料 怎麼樣子 所以一般會選用這種兩階段的食科吧 所以一般如果各位在做時間 你會發現到 一般食科層次都是兩階段 甚至到三階段 基本上都是兩階段到三階段的食科 那 如果是三階段食科 除了煮食科 過食科 通常還會在一個叫做 breastrew breastrew的食科 是什麼呢 晶圓 開完黃瓜要送到食科的中間過程 你可能等了很久 材料開完黃瓜要進入到食科之前 你等太久會發生什麼事情 表面的材料可能會不會很多 表面的材料氧化了以多精細食科而言 我今天光主開完黃瓜了我要吃多精細了 多精細如果放得太久表面變成什麼 二階瓜系 可是你拿去食科的時候 你還是下多精細的食科程式的話 可是他吃二階瓜系就吃比較慢 他主要是吃多精細嘛 吃二階瓜系比較慢 那這時候你再判斷食科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不判 再加上表面可能還會有這樣東西附著 所以基本上在食科的時候 第一個食科叫做breastrew 所謂breastrew就是什麼呢 無差別的供給 我管理表面是什麼 你可能有成績的污染物 你可能有黃泰酒產生的洋包物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管理什麼材料 我就是把表面的材料 不管是什麼材料 就直接物理攻擊給你去 那移屬之後呢 就確保露出的是你這張食科的主材料 這時候才是managed 然後overaged 所以一般食科 乾式食科呢 基本上最主要就是三步驟 尤其是以多精細食科為例 多精細食科 通常weaver如果你放得太久 表面會被演化掉 而我們用的食科程式是專門吃sicen 而劑量也要吃阿凡的東西 所以 假設這次sio2 這是多精細 然後呢 如今開了黃瓜 開黃瓜是冒十顆 你要等十顆的氣寒 有時間可以做 萬一你放太久 表面反而氧化了 表面氧化出一層sio2怎麼辦 所以通常 就會三步驟十顆 第一步驟 Breathe Thru 突破 突破十顆 就是直接加一表面 不管是忽然物還是氧化物 全部無差別的公表 無差別的公表 所以第一步 無差別的時刻 Breathe Thru 接著第二步 managed 主食科就是專門吃多精細 吃得很快很快 吃到差不多生一點點的時候呢 接著第三步 改用overhe Thru的程式 就是選擇B號 只是食科數率慢 最後再把它吃掉 然後呢 overhe Thru又因為選擇B號 所以它用sio2的傷害就會比較小一點 至少不會吃穿sio2 所以一般的乾式式科 最完美 通常是三階段 第一階段 不會是去除所有表面 會放太久的雜質 污染物過氧化物 再來是negation 為了追求 十顆時間 十顆速度要快一點 時間要快一點 然後最後再來是 比較花時間 但是為了去除剩餘的殘存物 所以有破壞H 基本上是科類 有三個階段 而十顆的殘存物呢 有可能是什麼呢 你表面 你競約表面 不夠平坦 可能有高高低低 所以就造成在 補過程級的過程中 補過厚度 有厚有多 所以造成厚度不均勻 所以十顆的過程中 比較薄的地方吃完了 比較厚的地方還沒吃完 把OVERAGE可以清除大部分的殘存物 那如果你的殘存物是有機物的話 你還可以用氧電降去除 包含像光速都可以用氧電降去除 或者是使用濕式化學食物去除 而基本上會用到濕式化學食物去除 而我上面的浮墨呢 是利用化學氣象成績上去的 然後呢 該死時刻又是同樣的數據 同樣的方向時刻 所以是呢 這上表面的效果 後部都吃完的時候呢 側臂的地方會留下spacer 這個製程呢 之前在 黃光圍一階段 double panel的時候 有介紹過這個 這個叫做sible space 這個圖形很容易在 有圖案的 晶圓表面上發生到 只要你的晶圓表面有高有低 在接近的地方上面 或是CVD層級的話 你時刻的過程中 你乾式時刻的過程中 因為乾式時刻是非等向性時刻 垂直時刻下來的地方 側面的地方特別厚 所以當你平面的地方 時刻掉了什麼叫做 側面的地方就留下一個功能 那這後做到什麼時刻呢 就只要使用 如果你繼續使用乾式時刻 這裡可以把乾式時刻吃掉 這裡就會損傷 這裡就會造成損傷 所以基本上會去除這個呢 都是使用濕式化學時刻 而濕式化學時刻 有機會找到選擇比非常高的 容易 比如說 如果這個機板是洗 這車面的產生不是二氧化系 你就可以用 HF DHF 代物HF 或者是有什麼 BOE 包括R3HF 就是HF5配 NH4F 否則化學容易是 吃二氧化系的數據非常快 支持力可能幾乎吃不太多 選擇比超級好 而且它又是等向性 所以呢 它各個方向都會避除掉 所以通常這種側面 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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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把它溶解掉 給移除 都有可能 失事時刻就是你把它套到化學溶液 然後產生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的複長可以是氫 可以是氫體 當然也可以是固體 只要這個固體可以溶解在我們化學溶液裡面 溶解掉會成液體 那一樣可以移除 一樣可以移除 這是失事化學時刻 就是使用溶液 早期辦辦理最早的發展 在電價還沒有開發之前 所有的時刻都是使用 失事時刻 就是用化學溶液 就是這樣子 去買個燒杯 配個酸鹼 然後輕微放進去時刻 那它的缺點就是 它是等向性時刻 所以在早期 援件尺寸很大的時候 用失事時刻OK 但是走到minecoming的一下 你還用失事時刻的話 連援件的尺寸就會 損失的很嚴重 好 失事時刻的優點是什麼 選擇比可以很好 你有機會找到選擇比非常好的化學溶機 然後時刻疏率也很壞 只要我們不夠 然後因為化學溶液很便宜 化學溶液的設備是什麼 就是一個化學槽就可以了 就是一個化學槽 甚至在實驗室就是一個燒杯 幾百塊而已 買最好的德國製 Scot 一兩千塊而已 那你Dry-H呢 買一台電家產生機角 就數十萬 買一台Dry-H機台 就好幾百萬 失事時刻呢 兩三千塊 台製的不到一千塊 德國製的就要兩千塊 看實驗室運算 手建的就要買牌子 因為你不小心會打破 這樣比較小心一點 好 所以十四十顆很便宜 剛才十顆其實還非常貴 都要三百萬 數百萬左右 那十四十顆的缺點就是 它是正向性十顆 所以當年尺寸小於麥克風明特 就不能用 小於三萬一一的力氣 突然就沒辦法用 所以後來都被電家十顆給取代掉 基本上 基本上現在的VLSR會使用四十顆 除非是怎樣呢 整片薄末的移除 除非是整片薄末的移除 所以大部分都會選用幹十顆 都不選用十四十顆 所以現在 VLSR 今天不知道技術 還會使用酸鹼槽 最主要都使用在清洗動作 清洗動作比較多 比較少在十顆 如果是十顆 那麽是整片薄末的移除 才會使用十四十顆 我的絕大部分都是使用幹十十顆的 好 十四十顆先怎麽介紹 十四十顆有 前面講過 十顆有分什麽 有絕緣層 有半導體 有金屬 那我先介紹絕緣層 絕緣層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氧化物 一種就是氮化物 一種就是氮化物 而二氧化系的十四十顆 通常會使用韓某的水溶液 就是HF 或者是BOE 就是MH4F配HF加水 因為二氧化系只要碰到HF的水溶液 馬上就會變成H2SiF6的 溶解在水的東西 就可以移除了 所以二氧化系的十四溶液 是用HF配置的水溶液 或者是BOE 或者是錫氏的BOE 錫氏的HF 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HF化物水 具有很高的腐蝕性 而且就是透明的 所以只要看到地上有不明的透明液體 都要把它當HF處理 非常的很怕 所以 馬上就得到一個 課門第一個介紹的 WaveHF的第一種材料 二氧化系 WaveHF 首先第一個 XLF 要用什麼容易呢 要用HF容易 所以呢 可以是HF 時刻處理很快 一般都會稀釋 一般HF都會稀釋 所以變成什麼呢 HF加上H2O 這個稱之為DHF 歹路的HF 再來或者是什麼呢 HF加上H4F HF 這個稱之為BOE 八顆R4H 可能是EB4或EB6 八顆R4H 簡稱BOE 八顆R4H 那當然也可以是怎樣的呢 C式的BOE BOE當然也原載C式 可以C式成什麼呢 1比10 1比18 都可以 或1比5 都可以 C式的BOE C式的HF 或者是純的BOE 都可以 這是二氧化系的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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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今天你要用四氧化系 去10顆半導體系的話 要用什麼 要用硝酸加氫酷酸 純的氫酷酸沒有辦法10顆系 氫酷酸是用來10顆氧化系的 所以呢 C式的10顆 它靠的其實是什麼 它靠的是 硝酸去氧化系 硝酸可以氧化系 叫做硝酸氧化 氧化系之後呢 再經過HF去10顆氧化系 所以 它是個混合溶液 它是硝酸加HF的混合溶液 而它的機制是兩種 C跟硝酸先變成二氧化系之後 再碰到HF 才會變成可以溶解的 副酸會出來 所以 C的10顆 一種是硝酸加HF 它的機制是先氧化 再次氧化氧化 它是混合溶液 裡面的步驟 是這兩個步驟 它是利用硝酸去氧化系 再用HF去氧化 那它還有一種是什麼呢 KOH的硬體純 還有水的混合溶液 那KOH呢 是可以 10顆混合方向的氧化系 這個比較多 我們看到 要10顆出不同方向氧化系的時候 所選擇的KOH 最常見的就在於什麼 在4590的時候 批刑Mosferi的受罪 你想要做是一個9倍面的時候 就會把C10顆成這個形狀 因為它100的方向的面 跟11方向的面 它的時刻數率是不一樣的 100的數率比111的快100倍 這個面是100的面 這個面是111的面 111的面 111的面 所以它往100面10顆的很快 往側向111的面10顆的很慢 很慢 所以你看到最後10顆出來 就像這樣子的鑽石結構 所以這個形狀呢 被稱作為Dimonstruction 或者是看到這個結構有沒有 數學的4個馬 所以早期有人叫做4個馬的形狀 那現在都叫鑽石形狀 Dimonstruction 就是故意時刻出111的面 111的面 100的面時刻的很快 111的面時刻的比較慢 所以呢 用KOH的時刻的話 它不是整片的平均時刻 它會分方向 所以呢 用KOH它基本上 不是在整片的時刻星 它是有方向星的時刻星 而如果今天要使的是整片的系的話 你就要用前面所講的 硝酸加HF 所以這兩種配方的效果是不一樣的喔 硝酸加HF的這個水溶液呢 它是沒有方向性的時刻星 KOH加水 這種溶液是有方向性的 時刻出來會是一整片平坦的 方向下去 時刻出來會是跟坑洞 跟坑洞 跟坑洞 把坑洞進去 這是KOH的能力 好 所以我們現在講完的二氧化系 講完我們的系 我們下禮拜接著去講 下禮拜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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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化系 好 先上到這邊 下禮拜再講 淡化系 好